食品过敏员一时培训 大家好,欢迎参加食品企业过敏员一时培训 该培训是与来自Greater Grant食品集团的贸易标准 和环境健康卫生官员们合作开发的 今天的目的是要告知您食物过敏反应的存在 以及您在向消费者提供过敏员信息时 必须遵守的法律要求 本培训包含一个演示文稿和一些视频 有些视频与真实生活故事有关 有些观众可能会觉得某些内容令人沮丧 本培训的内容 接受培训后您将 了解哪个机构在执行食品法 在哪里您可以获得更多的商业建议 支持和资源 您会了解什么是食物过敏员 以及人们对食物过敏的反应 您会了解到食物过敏的生活是什么滋味 您将了解到法律规定的14种过敏员 并了解食物过敏员信息的法律要求 您将了解到从2021年10月1日起 适用于威尔市、英格兰、北爱尔兰和苏格兰的 预先包装的直销食品标签规则 您将了解有效的过敏员管理控制措施的重要性 您会明白事情出错时的潜在后果 地方政府的食品法执行情况 食品法由地方当局、环境卫生和贸易标准部门执行 他们确保我们的食物是可安全食用的 让卫生和食物标准得以维护 为什么我们有食品法? 我们都有权了解我们的食物来自哪里 食品法规定了涉及食品及与食品接触的材料的 安全、标准、质量、成分、标签、展示和广告的规则 这就是我们的食物是安全的 就如他所宣称的那样 食物过敏 食物过敏有着不同的类型 食物过敏、食物不耐受及乳迷泻 是您可能听到过的三个例子 食物过敏是指您的免疫系统帮助您的身体抵抗感染 错误地把食物中的蛋白质当作威胁 当有食物过敏的人吃了他们过敏的东西 过敏源就会引起免疫系统的反应 过敏源可以是任何物质通常是食用或吸入的 被免疫系统视为威胁并引发过敏反应 对食物过敏的人在接触过敏源时会有不同的反应 这种反应的类型和严重程度取决于许多因素 包括个体过敏的严重程度 他们接触的过敏源数量以及其他因素 如运动、睡眠不足或药物治疗 这些因素会增加个体的敏感性 过敏反应通常是轻微的 但也可能很严重 并可导致过敏反应 这是医疗紧急情况需要立即治疗 过敏性反应是过敏反应中最严重的一种 可危及生命并导致死亡 食物过敏二 有些顾客可能患有食物不耐受或乳迷蟹 食物不耐受不等同于食物过敏 大多数不涉及免疫系统 一般不会危及生命 不耐受是指难以消化某些食物 并对它们产生不愉快的身体反应 症状通常在食用不相容食物数小时候出现 典型症状倾向于腹泻 胃静卵 皮疹或骚痒 食物不耐受会使人感到很不舒服 或影响它们的长期健康 乳迷蟹是一种自身免疫性疾病 由对骨蛋白的反应引起 骨蛋白是一种在骨类食物中发现的蛋白质 如小麦、大麦和黑麦 身体的免疫系统会攻击小肠以降低其从食物中吸收营养的能力 如果不加以管理 会造成长期的健康问题 如营养不良、肠癌和骨质疏松症 治疗方法是终身无肤质饮食 有食物不耐受和有乳迷谢的顾客 应该像食物过敏人群那样谨慎对待食品 一些过敏事实 以下是一些过敏的事实 应了解食物过敏的治愈方法吗? 对于患有食物过敏的人来说 唯一的治疗方法就是 严格避免食用含有引发过敏反应的过敏原食物 与细菌不同 用高温烹调和使用不同的食物加工方法 并不能破坏过敏原 对食物过敏的人来说 并不能保证其安全 在某些情况下 烹饪实际上增加了它们的效力 例如烘烤花生 过敏原可以通过空气传播 虽然这很罕见 大多数经空气传播的过敏原 可能是由于当食物被煮熟时 蛋白之颗粒上升到空气中 然后被吸入 过敏反应可由治人敏感的少量食物成分 例如一滴牛奶 一片花生 或一两粒芝麻产生 对于那些风险最大的人来说 最微小的食物过敏原 就会引发严重的症状 在某些情况下被证明是致命的 花生过敏是最常见的食物过敏之一 虽然花生在名字中有坚果二字 但它其实并不是坚果 花生生长在地下成熟的豆莢中 与豆类、扁豆和豌豆一样属于豆科植物 花生中的蛋白质在结构上与坚果相似 例如蛋不限鱼、核桃、腰果、杏仁和山核桃 正因如此 对花生过敏的人也会对坚果过敏 花生、坚果、鱼类和贝壳类过敏症 在成年人中最为常见 并且可以在生命中的任何时刻发展 而之前却没有过任何症状 鸡蛋、牛奶、大豆、小麦和花生 是最常引起儿童过敏反应的食物 一些过敏症数据 以下是一些过敏症的数据 您了解吗? 据估计 1%到2%的英国成年人 和5%到8%的儿童患有食物过敏 每100人中就有一人患有乳迷蟹 不幸的是 英国每年约有10人 死于有食物引起的过敏反应 风险最大的是青少年和20出头的人 因为他们开始自主选择食物 这些年轻人可能会面临 同龄人给予的压力 或者可能会不好意思公开谈论食物过敏 尤其是在社交场合 由于社会的不接受和不理解 他们可能冒更大的风险 2018年 据食品标准局 Food Standards Agency 与英国过敏症 Ellergy UK 和过敏运动 Annafa Luxus Campaign 合作开展的一项在线研究显示 在向服务人员询问过敏原信息时 41%的16到24岁的食物过敏或不耐受者 根本不自信或者只有一点自信 研究还披露 60%的人在之前的6个月里 由于他们的过敏状况而避免外出就餐 食品标准局发起了大声说出过敏症运动 目的是鼓励年轻人来询问过敏症信息 该活动的目的是强调每次点餐时 如果食谱、配料、厨师或厨房工作人员发生了变化 就必须注意食物过敏原的问题 过敏反应 过敏反应可为轻度、中度或重度 根据食物类型的不同 过敏症状可以在进食后几秒或几分钟出现 有些可在数小时后出现症状 症状可以同时影响身体的不同部位 不一定会按照任何特定的顺序出现 最常见的过敏症状包括 口腔刺痛或骚痒 隆起的、发痒的红疹、麻疹 在某些情况下皮肤会变红和发痒 但没有隆起的红疹 面部、口腔、喉咙或身体其他部位发生肿胀 吞咽困难、喘息或呼吸急促 头晕眼花、恶心或呕吐 过敏反应二 一个严重的过敏性反应 过敏症可能会突然发生并迅速恶化 症状包括 皮肤出现泛化的潮红 身上任何一个部位出现寻麻疹、麻疹 末日即将来临的感觉 喉口肿胀 吞咽困难或说话困难 心率变化 重度哮喘 腹痛、恶心、呕吐 突然感到虚弱、血压下降 虚脱和意识不清 病人不一定会在同一过敏事件中 经历所有这些症状 如果不迅速治疗 可能会危及生命 如果您认为自己或某人 正在经历过敏反应 要尽快拨打999 请求救护车 为什么食物信息如此重要? 为什么食物信息如此重要? 对于那些风险最大的人来说 最微小的食物过敏源 就会引发严重的症状 在某些情况下 会引发近乎致命的症状 甚至更糟的是已被证明 是致命的症状 因在此幻灯片上 看到的所有年轻人 都因过敏反应而不幸死亡 2016年12月30日 15岁的梅金李 Megan Lee和她的朋友 在网上订了一份外卖 尽管在网上表单中 注明了梅金患有过敏症 但她还是收到了一份 含有花生蛋白的食物 吃了这些食物后 梅金患了急性哮喘 遭受了不可逆的脑部损伤 两天后 她的生命支持系统 在2017年1月1日被撤除 验尸结论及死亡原因 是由于对坚果过敏 而引发的致命性哮喘发作 Lankshire公司 没有过敏源控制的系统或流程 菜单上也没有关于过敏源的信息 餐食中所用的配料也没有记录 在梅金死后 警方Lankshire贸易标准部门 和Hinburn Barrow市议会环境卫生部门 对该食品企业进行了联合调查 并对该食品企业提出了 重大过失杀人罪食品法 以及健康和安全指控 在审判中法官说 你现在必须为你所做的事 和你给梅金家人 以及你自己的家人 造成的痛苦感到内疚 所有这一切都是一场悲剧 如果你能像那些 为公众提供食物的人 那样小心的话 悲剧本来是很容易避免的 2016年7月 在登上飞往尼斯的飞机前不久 15岁的纳塔莎·埃德南·拉佩鲁斯 Natasha·埃德纳·拉佩鲁斯 吃了她在西斯罗机场 一家商店购买的法棍面包 纳塔莎不了解 面包里有芝麻 她对芝麻过敏 芝麻的成分没有列在产品上 在飞行过程中 纳塔莎开始抱怨喉咙发痒 然后开始出麻疹 可悲的是 尽管注射了两剂肾上腺素 她父亲拯救女儿的努力 还是没有成功 在她奋力救她的时候 纳塔莎对她说了最后一句话 爸爸救救我 我不能呼吸了 纳塔莎买法棍面包的时候 法棍和食品陈列柜上 都没有特异性过敏源的信息 食物企业选择口头 传递过敏源信息 这是符合法律规定的 验尸官的结论是 由于包装上缺乏特异性过敏源信息 这位姑娘就放心食用了 调查结束后 该公司被要求在其新鲜产品上 贴上全面的标签 而政府已检讨了预先包装 以共直接出售的食物的规则 在进行检讨后 当局引入了新的标签规定 用于直接出售的预先包装食品 并于2021年10月1日生效 稍后将更详细地讨论这一问题 欧文凯里 欧文凯里 有不稳定的哮喘和多种食物过敏 包括牛奶和小麦 欧文在和女友在庆祝18岁生日时 在伦敦OR竞技场的一家汉堡店 点了烤鸡 菜单上描述为经典鸡肉 烤鸡胸肉 碎冰 西红柿 红洋葱 咸菜 掰人酱 他告诉招待他的服务员 他有过敏症 对乳制品和小麦过敏 但他们没有告诉他 他点的鸡肉是用黄油牛奶腌制的 欧文吃下半只鸡 感到嘴唇刺痛 胃部也出现问题 他倒在了伦敦眼摩天伦前 尽管在场的一名英国皇家空军医生和护理人员进行了救助 他还是不幸死亡 经调查后得出结论 欧文死于严重的食物过敏反应 尽管他在餐厅用餐时已告诉店家他有过敏症 这份菜单让人放心 因为他没有提及所选食物中的任何烟料或潜在的致敏成分 他也没有被告知其有致敏源 欧文的姐姐在验尸法庭外说 他哥哥的死本不应该发生 目前的政策给犯错留下了太多空间 他说数十万过敏症患者害怕去餐馆吃饭 因为那是他们面临危险的关键地方 食物供应流程从此发生了变化 服务员只有在确认询问了顾客的过敏情况后 才能将订单送到厨房 现在这家餐厅的菜单上多了一条过敏告知信息 覆盖了不到三分之一的版面 梅金和欧文把他们的过敏症告诉了食品企业 但不幸的是两人都没有被告知 他们饭菜中含有过敏源 在纳塔沙的案例中 过敏源信息并没有出现在标签或展柜上 只是在顾客的要求下口头提供 我们从一个问题开始这张幻灯片 为什么食物信息如此重要呢? 准确的食物、过敏源信息 对有过敏反应或不耐受的顾客至关重要 让他们能够做出安全的食物选择 请经常询问顾客是否有过敏反应或不耐受 这不仅可以防止顾客生病 而且可以挽救他们的生命 为什么人们变得更加过敏? 患过敏症的人数增加并不是出于单一原因 研究表明有若干可能的因素 现已考虑到以下因素 遗传从父母传给后代 饮食习惯 早期接触过敏源 现代药物如抗生素 维生素D缺乏和其他膳食因素 在对食物过敏的情况下 生活到底是怎样的? 让我向您介绍 克洛伊·菲茨·帕特里克 Khloe·菲茨·菲茨·帕特里克 她是一位鼓舞人心 意志坚定 积极向上的年轻女孩 她不让严重的过敏症控制自己的生活 克洛伊生活中的一天 是一部由克洛伊·菲茨·帕特里克 Khloe·菲茨·帕特里克 主演的短片 让您了解克洛伊的生活是什么样的 以及食物过敏症对她家庭的影响 影片根据克洛伊的妹妹苏菲·Sophia 自编自导的一部戏改编 由Lancashire俊议会制作 目的是提高人们对食物过敏 这一日益严重的健康问题的认识 并帮助教育年轻人认识到 这种疾病可能威胁生命的本质 我叫克洛伊 对大多数人来说 我是一名普通的青少年 这是我姐姐苏菲 有人可能会说她过度保护 但她只是在照顾我 啊 怎么可能 那是我 倒在街道中间的地上 可能是由任何原因引起的 杯子 或者拥抱 或者我做的那张桌子 或者我呼吸的空气 你懂的 我对草莓过敏 哪怕是一丁点的草莓 也可能致命 不幸的是 这就是我 日复一日的生活 想象被草莓杀死的情景 英国过敏网站 Allergy UK描述的过敏症状表现为 舌和或猴肿胀 吞咽或说话困难 声音改变如沙哑的声音 喘息或持续的咳嗽或严重哮喘 呼吸困难或呼吸声大 胃静卵或呕吐 头晕 吸脱或失去意识 这是由于血压下降 表现为婴儿般的软弱无力 我们现在将向您展示 如何使用自动注射器或 AppiPay 或者视频牌名称 第一步 保持冷静 继续和别人谈话 第二步 取下蓝色的帽该 第三步 与大腿保持10厘米的距离 然后用力刺扎 第四步 保持AppiPay在原位 第五步 移除AppiPay并按摩注射部位 第六步 拨打999请求救护车 告诉他们有病人出现了过敏反应 关于克洛伊过敏反应的事例 克洛伊有过敏反应后得去医院 他需要使用含17种肋骨醇的药物 也总是被安排使用心脏肩护仪 克洛伊的身体需要两周时间才能恢复 他不得不从大学休学 只增加了压力 过敏反应可能发生在任何地方 甚至是去购物或在餐馆吃饭的时候 哦 甜品到了 很好 这是草莓吗 不 只是山莓 哦 不 它指的是酱汁 你知道是什么酱汁吗 要告诉餐厅工作人员你有过敏的情况 不要害怕告诉别人 尤其在外就餐时 如有疑问最好不要进食 保持食品安全 使用完全独立的专用器皿来烹饪 以免引发过敏 用新鲜干净的布 肥皂和热水彻底清洁表面 最好使用完全分开的区域 来烹饪无过敏原的食物 把过敏原食物安全地放在带盖子和标签的容器里保存 并放在货架上 尽量减少溢出物造成的污染 旅行是很困难的 因此我们的首要任务是找到工作人员 解释克洛伊过敏反应的严重性 因为我们不知道他们出售的产品里还有什么 或其他乘客会带什么上飞机 所以在此情景中 我们请来了空乘小姐 解释了具体情况 并问她是否能将情况告诉给其他乘客 空乘小姐打断了我的话 我知道该怎么做 好吧 那很好 我们哥哥笑了 因为她有些粗鲁 过后 她的声音就从电视里传了出来 女士们先生们大家好 今晚我们机上有一位乘客 患有严重的草莓空气过敏症 因此我们恳请您不要打开任何草莓产品 这也意味着我们不能出售任何草莓制品 比如玫瑰红葡萄酒 草莓香水 我们今天的特产草莓甜食也不再提供 知道了吧 乘客们爆发出笑声 哦 过敏症一定是闹着玩的 于是我就亲自去告诉她 我们对这种情况的感受 火车上的故事是 我们一群人去伦敦上学 有个乘客带了草莓 老师表现得非常戏剧化 草莓 带他趴下 踢到地板上 所有人趴下 火车上的每个人都问发生了什么 老师把乘客们推开 真的很负戏剧性 我们忍不住笑了起来 但不管怎样 发生了这一切之后 我们进了头等车厢 那感觉很好 我出去喝酒时 担心我的过敏问题 宝贝你好吗 你把我的草莓把淇淋酒撒了 我要杀了你 我担心必须告诉新朋友们说 我会过敏 我担心别人会怎么说我 我担心忘了带我的APP牌 我也担心 独自一人时发生过敏反应 这有时会让我觉得很孤单 因为无论你走到哪里 心里都会忧心忡忡 你必须告诉别人你有过敏症 否则你必须对周围的一切保持警惕 这会让你感觉有些异样 因为大多数人不用考虑这些 而你必须考虑 我们与另一个妹妹Lucy 以前讨论过这些事 你懂的 每当我们接到妈妈的几通来电后 我们的直接反应是 肯定是Cloy 你知道我们害怕有一天 电话里说我们不再是三姐妹了 只剩下两姐妹了 要知道危险一直都存在 她让我充满恐惧 因为我太爱她了 在法律上得到承认的食物过敏源有14种 分别是 芹菜 含肤质的骨类 甲壳类 鸡蛋 鱼 鱼扇豆 牛奶 软体动物 芥末 坚果 花生 芝麻 大豆 芥末 阿氧化硫 有时被称为亚硝酸盐 还有其他食物也会引起过敏反应 如草莓 猕猴桃 蘑菇 以及其他许多东西 有些过敏源可能是隐形的 例如 草莓可能被藏在果汁 或者水果糖 的配料里 因查看食物标签 已认定的过敏源 因被突出显示 同时还因查看可能包含的警告项 过敏反应可以是轻微 中度或重度的 在某些情况下 它们可能危及生命 这就是所谓的过敏反应 每年都有超过2万人 因过敏症入院治疗 6%到8%的儿童 有实际的食物过敏 最常见的过敏源是花粉 牛奶 小麦 肤质 坚果 水果 以及鸡蛋 过敏症患者 在进食后几分钟 至两小时内 会出现反应 有些人更容易患上过敏症 是由于家族遗传 男孩比女孩 更有可能得遗传过敏症 作为一位母亲 从孩子被放入你的怀里那天起 你就开始担心 只要是家长都会担心 我知道 照顾一个生命受到威胁的孩子 情况可能会非常困难 有些日子会比其他日子更容易 有些日子却并不那么容易 我已学会忍受焦虑 在过敏反应发生时 我试着处理每一种反应 我试着不去想 下一个怎么办 家长最大的噩梦就是 他们可能会失去自己的孩子 我的工作是要保护可洛伊的安全 我唯一能百分之百保证可洛伊安全的地方 就是我们的家 每次可洛伊离开家 我就做出明智的选择 使他能够尽可能过上正常的生活 我对可洛伊的希望是 他能够摆脱过敏反应 虽然看起来越来越不可能了 但我仍然抱有希望 我对可洛伊的梦想是 他能过上快乐充实的生活 并且所有梦想成真 我对可洛伊的愿望是 他能安然无恙 而人们能一如既往地 继续理解并支持他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上面写着 食品企业必须确保他们生产或准备的食品是安全的 不同过敏源信息的要求 取决于食物是如何提供给消费者的 更多详情将在稍后提供 如果一名顾客被告知食品 不含他们所说的过敏源 但事实并非如此 那么意味着他们被提供了错误描述和不安全的食品 食品也必须被准确描述 不得虚假或误导 为了帮助消费者做出安全且知情的选择 任何提供给他们的关于食品中过敏成分存在的信息都必须准确 雇主有责任保障职员及其他可能受其业务影响的人员的健康 安全及福利 雇主必须采取一切合理可行的措施以达到这个目标 在发生死亡事故时 警察可能会提出重大过失杀人罪的指控 过失杀人可以发生在某人被他人因极端粗心大意而致死时 即使没有伤害或伤害该人的意图 造成损害的人由于其疏忽行为 或在因采取行动时未采取行动 可被视为严重疏忽 不遵守上述任何一项规定 军属刑事犯罪可能会产生严重后果 请牢记 别忘了 如果您告诉顾客食品不含他们所说的过敏源 而事实却并非如此 那您就是在错误描述和销售不安全的食品 无论该过敏源是否属于法律要求申报的 14种过敏源之一 均适用这一规定 法律要求食品经营者在其销售的食品 饮料或其产品中 如果存在法律要求申报的14种过敏源中的任何一种 应当告知消费者 这也适用于最终产品中存在的添加剂 加工助剂和任何其他物质 这14种过敏源分别是 含肤质的骨类 如大麦和燕麦 甲壳类 如对虾、螃蟹和龙虾 鸡蛋、芹菜、牛奶、鱼 坚果 坚果 如杏仁、榛子、核桃、巴西坚果、腰果、山核桃、开心果和澳洲坚果 二氧化硫、亚硫酸盐 大豆 芝麻 如芝麻酱馬油 花生 芥末 與扇豆 软体动物如牡蜊 对于如何提供过敏原信息应根据食物是否为预包装 预包装用于直接销售或非预包装 食品标签 那么预包装食品的标签要求是什么呢? 预包装食品的例子包括一瓶汤、一罐蛋黄酱、一包面条和罐装软饮料 通常在超市出售 预包装产品是指任何在出售前被放入包装的食品 是指全部或部分由包装封闭 在未打开或更换包装的情况下不能更改 准备出售 预先包装的食物必须有全面标签 包括食物名称和完整的配料表 产品中存在的过敏原每次出现在配料表中时 都必须加以强调 如使用粗体、鞋体或彩色字体 以使过敏原成分更容易被发现 通过远程销售预包装食品的企业 例如通过在线、邮件或电话订购 然后交付给消费者的食品 需要确保消费者在购买产品之前 以及交付时可以获得强制性的过敏原信息 这些信息可列入网站或目录 什么是预包装用于直接销售的食品 预包装直销食品是指在向消费者提供或销售的同一地点包装的食品 并且在订购或选购前已处于包装中 它可以包括消费者自己选购的食品 例如从展示柜中选择的食品 以及放在柜台后面的产品 和在移动或零食网点出售的一些食品 用于直接销售的预包装食品的例子包括 消费者选购或订购前现场包装的三明治和面包店产品 在现场预先包装好的产品 如披萨、烤鸡、沙拉和面食 由同一经营者在街市摊位或流动地点包装后 在其他地方出售的食品 直接出售的食品标签规则 为什么 为什么我们要为直接出售的预先包装食品 制定食物标签要求 正如您所知道的 纳塔莎·埃德南·拉普鲁斯 纳塔莎·埃德南·拉帕鲁斯 对芝麻过敏 她在购买并使用了一个 没有芝麻标签的法棍面包后出现了致命的过敏反应 当时法律为食品企业提供了 关于如何提供预先包装的直销食品的过敏源信息的替代方案 例如 食品企业可以选择在标签、菜单、票证上以书面形式提供这些信息 也可以向消费者口头提供这些信息 在纳塔莎不幸去世后 她的父母呼吁提高英国食品标签要求的透明度应用于直接销售的预包装食品 由于持续出现的死亡事件 英国政府一致认为 有必要对以这种方式销售的食品的过敏源信息要求的法律框架进行审查 这项法律于2021年10月1日生效 增加了预先包装的直销食品的食品标签要求 其目的是保护患有食品过敏症的消费者 让他们对所购买的食物有信心 供直接出售的预包装食品标签规则解释 供直接出售的预包装食品标签规则 那么它对食品企业意味着什么 供直接出售的预包装食品 必须在包装上直接标明食品名称和配料表 或者在包装上贴上标签 如果食物含有法律规定的14种过敏源中的任何一种 必须在配料表中加以强调 例如在配料表中使用粗体、大写字母、对比色或使用下滑线 更多信息可在食品标准局Food Standards Agency的专门网页上获得 以了解供直接销售的预包装食品的过敏源标签的变化 在这里您也可以找到更新的食物过敏源标签和资料要求技术指南的链接 哪些食品需要预先包装直接销售标签 哪些食品需要预先包装直接销售标签 如果以下三个问题的答案都是肯定的 食品便需贴上预先包装一共直接出售的标签 问题一 食品是以包装形式提供给消费者的吗 至于被视为包装的食品 必须全部或部分由包装分闭 而且如果不打开或以某种方式改变包装 则不能更改 而且准备好出售给消费者 问题二 是不是在消费者选购或订购之前就已经包装好了 问题三是在销售的地方包装的吗 在同一地点包装的包括 有同一食品企业包装并在临时或流动地点出售的食品 如食品车或市场摊位 在机场或购物中心等建筑物内 有同一起业在不同地点包装和提供的食品 预先包装直接销售规则不适用于远距离销售的食品 即通过电话或互联网销售的食品 以这种方式销售食品的企业 需要确保消费者在购买食品之前 以及在送货时可以获得强制性的过敏源信息 一个易于使用的预包装直接销售标签决策工具 可在食品标准局网站上获取 供直接出售的预包装食品标签 下一步骤 未符合法律规定 售卖预包装直销食品的食品企业应 按个别情况审查和评估食品 以决定他们是否应预包装 以供直接销售 请参考食品标准局 Food Standards Agency 预包装直销网上资源 会对您有帮助 如果人不确定 请向当地政府 贸易标准部门 或环境卫生部门咨询 识别任何过敏源 包括交叉污染的风险 在包装上或赋予包装的标签上 准确且清楚地标明 所有为直接销售而准备的食品 上面应有食品名称 和强调任何过敏性成分的配料表 审查并更新任何内部程序 培训手册 说明如何为直接销售的预包装食品 贴标签 并管理来自过敏性食品的潜在风险 这可能包括审查您的危险分析 关键控制点 HACCP计划 或更安全的食品 更好的业务计划 视情况而定 对员工进行新的过敏源信息规则培训 监控您的员工和流程 必要时采取纠正措施 您可以通过登录食品标准局 Food Standards Agency网站上的 过敏源电子学习资源 获得关于过敏源管理的进一步培训 包括为直接销售预先准备的培训 过敏源管理 食品经营者给出的一个普遍理由 是他们没有足够的时间来控制过敏源 过敏源管理至关重要 是每个人的事 如果您希望向消费者提供 不含过敏源的食品 过敏源必须被视为 您的HACCP 食品安全管理系统的一部分 对于那些使用更安全的食品 更好的业务 Safe Food Better Business 指导方针的企业 请参考它完成和或重阅 所有与食物过敏源管理 相关的章节安全方法表和员工培训 更安全的食品 更好的业务 Safe Food Better Business 资源可从食品标准局 Food Standards Agency网站下载 更安全的食品 更好的业务 Safe Food Better Business 将帮助您识别和评估过敏源风险 这样做可以帮助您遵守法律 确保您供应的食品和饮料是安全的 在考虑商业流程时 应决定水有全面的过敏源管理责任 例如可能是经理或厨师 每个轮班都应有一名负责的员工 来管理过敏顾客的请求 如果顾客告诉您 他们有食物过敏症 您可能应该考虑 让他们直接跟负责人说 员工的过敏源培训至关重要 要确保您的员工 获得适当的信息和指导 并获得适当的监督 员工的培训需求 将因您的业务而异 任何培训需求 都应根据食物安全管理制度来决定 应决定您的企业 将如何遵守食物标签 和食物材料的法律规定 向消费者提供食物中 可能存在的过敏源的 清晰准确的信息 以便他们做出知情的选择 要制定紧急行动计划 确保员工了解在顾客发生过敏反应的 不幸情况下该怎么做 确定所有食物 餐食和饮食和饮料中存在的过敏源 可以通过检查成分标签信息来做到这一点 在预先包装好的食品标签上 您会发现过敏源每次出现在配料表上时都被强调 对于非预先包装的食品 例如未包装的面包、蛋糕、馅饼等 请向供应商索取含过敏源成分的书面信息 如果签订了供应商合同 则应包括一项条款 要求告知任何成分变化或提供产品替代品 同时要记录任何供应商的联系方式 同样重要的是 要在您的配料标签上考虑使用任何过敏源警告 例如可能含有某些食物过敏源 或者不适合有食物过敏的人使用 如果是这样的话 顾客就可了解这些信息来决定食品 是否对他们来说是安全的 别忘了要考虑配菜 任何每日或每周特色菜的配料 以及装饰物、油料、酱料、调味品、烹饪和油的成分 有时食品会有问题 意味着它不应该被出售 它可能被撤回 从货架上取下或召回 当顾客被要求退货时 如果因为过敏信息或标签缺失或不正确 而给消费者带来风险 就可能发生这种情况 当这种情况发生时 食品标准局会发布过敏源警报 您可以通过免费订阅他们的网站 来了解最新的食物和过敏源警报 记录所有致敏成分 把您的菜品和饮料中的致敏成分 做一个书面记录 最好保留最新的食品标签元件 并在存档时注明日期 食品标准局 Food Standards Agency 网站上有一些有用的工具和模板 可能会帮助您记录餐食中的致敏成分 餐食及其过敏源内容 菜单图表可用来记录过敏源 如果您选择使用这种方法 请确保您能准确地将所有配料 过敏源信息转移到图表中 方法是在相关过敏源标题下打勾 由于最微小的过敏源 也可能会引起致敏反应 所以也包括 可能含有过敏源是很重要的 工作人员可以利用这张图表 向消费者提供过敏源信息 过敏源厨师食谱卡 可用于制作一次性餐食 如特色菜 当配料用完时 或在换班时共享信息 如果您喜欢应用技术 Manual Call 是一款免费的在线工具 可通过北爱尔兰食品标准局 Food Standards Agency Northern Ireland网站获取 它帮助企业开发菜单 在线保存食谱 标记过敏源 并进行额外的培训 要定期检查您的过敏源记录 特别是有新菜品 新配料 新供应商 产品 替代品 菜单更改 新设备 搬到新设施 或员工更新时 必要时进行修订和更新 交叉污染风险评估 交叉污染风险评估 根据食用食品的人的敏感度 仅需一丝过敏源 就会引起致命的过敏反应 这种情况很少见 但确实发生过 罪魁祸首可能是 糟糕的过敏源管理程序 和或厨房中缺乏交叉污染控制 导致过敏源意外地 被引入到餐盘中 交叉污染事件 可以通过执行严格的政策 和程序来管理 并确保每个人 都充分意识到他们 过敏源交叉污染 可能发生于 食物与设备的接触 例如过敏源的痕迹 会残留在盘子、用具 在准备食物之前 没有正确清洁的工作台面上 食物与食物的接触 例如以前用来烹调食物的油 可能会把过敏源 转移到下一批 在油中烹调的食物上 食物与手的接触 例如在准备食物过程中 如果没有有效的洗手 过敏源的痕迹 可能会从工作人员身上转移过去 在评估风险时 需要考虑厨房的大小布局 食物储存安排 食物处理 加工和生产 为协助消费者 做出安全且知情的选择 食品企业经营者 可自愿提供有关过敏源 非故意存在的信息 这可以通过自愿使用 可能含有或不适合 等标签来实现 以传达由于过敏源 通过交叉污染进入产品 而导致食品无意中含有过敏源 如牛奶、鸡蛋、花生、杏仁的风险 只有在进行了有意义的风险评估 并且认为对有食物过敏症 和不耐受的消费者 构成了真正的风险之后 才应使用这些声明 而不应将其用作良好卫生 和安全做法的替代品 在没有真正风险的情况下 使用预防性过敏源标签 可被认为是误导食品信息 如果在进行风险评估后 无法保证不会出现过敏源交叉污染 您可能希望出示一个通知 如 虽然餐食可能不含有特定的过敏源 但由于我们厨房使用的配料种类繁多 食物可能会受到X种配料的交叉污染 请向服务员了解更多信息 这样的告示应该在消费者 可以下订单的每个地方展示 请注意使用预防性声明 并不能取代通知顾客 有关法律规定 需申报的14种过敏源的责任 如果您不能安全地 为食物过敏或不耐受的顾客 提供食物 就不要这样做 厨房流程和配料储存 厨房流程和配料储存 过敏源很容易从一种食物 转移到另一种食物 这意味着不含过敏源的食物会被污染 从而带有过敏源 这对有食物过敏症的顾客来说 是一种风险 因被提供的食物而引发过敏反应 重要的是 要确保所有食物和饮料 都带有清除的标签 列出成分包括过敏源 保持食物被完全覆盖 重新密封或放置在专用的密封容器中 如有任何食物溢出 在储存区、设备中应立即予以清理 要单独存放不含过敏源的物品 最好放置在比含有过敏源成分的物品 更高的位置 处理空气中的过敏源时要小心 确保小心处理和储存含有细微 或粉末过敏源的食物 例如含有小麦、敷制的面粉袋 以避免交叉污染和粉末 从一种食物转移到另一种食物 为了减少粉末的交叉污染 最好将整个袋子放入容器中 而不是将里面的东西倒入容器中 厨房流程和食物准备 如果您同意为有食物过敏症的顾客 制作一份餐食 您必须确保餐食不含致敏成分 并确保食物不受有关过敏源的污染 要遵循食品过敏源管理程序 以确保在准备食物时不会发生污染 如果出于任何原因需要替代一种成分 应确保将过敏源信息传达给消费者 检查以确保用于准备一道菜的任何配料 不含有让顾客过敏的过敏源 如果您用来做这道菜的任何配料的标签上写着 它们可能含有某种食物过敏源 应让顾客了解并询问他们是否还想点 在实际可行的情况下 提前计划并在服务开始时 或在适当清理所有烹饪设备 台面和用具后的另一个时间里 为食物过敏的顾客准备食物 当您被要求准备不含某种成分的餐食时 首先要确保工作台和设备已经被彻底清洁 要了解有些设备本来就很难被清洁 例如炒锅、烤架、烤盘、微波炉、披萨烤箱 真空包装机及搅拌机 确保员工在准备餐食前彻底洗手 如果您在为有食物过敏症的顾客准备一道餐食时犯了错误 不要只是把含有过敏原的成分从餐食中移除 而仍然供餐 应用新鲜的成分、干净的盘子和干净的器皿 从头开始制作 记住,与细菌不同 过敏原总是存在于食物中 无法通过烹饪去除或破坏 餐厅服务台程序 餐厅服务台程序 您在屏幕上看到的告诉我们您有过敏症海报 是由卡菲里郡自制式议会设计的 作为一种沟通工具 帮助顾客告知食品企业他们患有过敏或不耐受症 海报是多语种的 有九种语言 英语、威尔士语、唐哲普语、乌尔都语、土耳其语、孟加拉语、汉语、粤语和库尔德语 关于如何下载这些文件的信息 可在卡菲里郡自制式议会网站 www.carphilly.gov.uk slash trading standards上查阅 这并不是一个法律公告 但我们鼓励企业考虑将它展示在餐厅前方的显著位置 这样很容易被看到 虽然顾客有责任通知您 他、他对任何食物过敏或不耐受 但鼓励您在电话接单或安排顾客就座时 询问每一位顾客或任何将食用食物的人 是否有任何需要注意的过敏或不耐受 要记住 对于某些人来说 要在公共场合讨论这件事并不容易 尤其是在同事面前可能需要敏感的处理 餐厅工作人员必须了解在哪里可以随时获得最新的过敏源信息 如果您有一个专门的地方来保存这些信息将会有所帮助 您可以使用最新的成分标签、食谱、过敏源图表等 如前面所讨论的那样 或者您可以考虑给员工提供一份检查表或指导 让他们在为顾客点餐时参考 以说明哪些餐食含有哪种类型的致敏成分 你们中的一些人可以在电子设备上拥有这些信息 无论您选择做什么 员工必须能够获得准确的书面过敏源信息 而不是要求他们记住这些信息 要培训员工经常检查过敏源信息 一旦顾客通知您的公司 他们有食物过敏或不耐受症 不要错失任何机会 向他们表明您从一开始就在认真对待这件事 在预订时了解顾客的饮食需求 这将帮助您提前识别可能不适合顾客使用的餐食 并帮助您指导顾客选择对他们安全的餐食 还将能够协助厨房的规划 拥有良好体验的顾客 更有可能成为您企业的忠诚客户 确保您的员工了解如何处理特定的顾客需求 例如员工可能需要讨论顾客需要避免哪些过敏源 并提供由于交叉污染或使用带有可能含有警告的成分 而导致过敏源无意中存在的信息 非常重要的是 在顾客下订单时 要准确记录任何顾客的过敏、不耐受情况 员工需要提醒厨房 他们准备的食物是给有食物过敏或不耐受的人食用的 考虑并审查这些订单是如何突出显示的 例如订单上是否有书面记录 是否在收银软件上有标记 是否直接告知了厨师 餐厅服务台的沟通是关键 员工必须了解如何处理订单 如何与挑选、准备和提供顾客食物的员工进行沟通 这一点在有任何特定过敏要求的情况下尤为重要 例如顾客点的是标准菜品 没有特定的致敏成分 确保每一份无过敏源食物都有一个安全的准备过程 并且送到正确的顾客手中 应作为紧急事项来调查任何过敏源投诉或事件 找出哪里出了问题 评估是否存在持续风险 采取适当措施解决该风险 您不妨向环境卫生或贸易标准部门寻求建议 审查、更新您的过敏源风险评估、政策和程序 重新培训员工进行过敏源管理并记录您的情况 要对所有员工进行上岗培训 无论他们以前是否受过培训或有过在食品和饮料部门工作的经验 同时关注您公司的过敏源管理程序 当顾客询问您的菜品和饮料中是否存在过敏源时 所有员工都应该了解该怎么做 他们需要了解如何处理请求 或者是否以及何时应该让另一个被指定负责处理过敏源的工作人员 例如经理或厨师参与进来 员工应该了解 当顾客询问法律要求申报的14种过敏源时 他们必须依法提供哪些信息 他们还应该了解 如果顾客对不属于14种过敏源配料之一的配料过敏不耐受 该怎么办 员工必须了解 他们可以在哪里找到和访问最新的过敏源信息 例如食品标签 配方表 过敏源图表 或过敏源信息文件 如果您改变了菜单 食谱或使用了新的供应商 请确保您的所有过敏源成分信息 包括在线信息都已更新 并将更新情况告知员工 如果供应商向您发送了与您订购的不同的产品 这同样适用 员工必须了解食物应该如何处理和准备 以控制过敏源的有益和无益引入 他们也因了解个人卫生的重要性 以及他们被要求穿什么个人防护服 确保员工对提供不含过敏源的餐食 有信心并了解将不含过敏源的餐食 送到正确的顾客手中的重要性 必须提醒员工注意提供错误信息和弄错信息的后果 所有员工都应该熟悉急救程序 并且在急救方面受过训练的员工 应该学会如果有人发生过敏反应该怎么办 监督员工确保他们了解并理解工作流程和程序 并定期进行审查 员工应定期进修并接受培训 可在下列情况下提供更新或额外的培训 法律或您企业的程序有变化 您意识到顾客的抱怨 险些发生失误 要保存员工培训的记录 包括任何课程证书 在每周记录中记录任何更新 关于过敏源的讨论 或员工关于过敏源的培训 如果您企业使用更安全的食品 更好的业务 Saver Food Better Business方案 应将它包括在额外检查部分 别忘了 食品标准局提供免费的 在线过敏培训和可下载资源 会对您有用的 非预包装食品的过敏源信息 非预包装食品是指任何提供给最终消费者的 不属于预包装食品定义的食品 非预包装食品包括散装出售的食品 餐食在餐馆中供应 并在外卖中出售 应消费者要求在同一地方包装的食品 例如在消费者面前准备的沙拉 提供非预包装食品的企业 如餐馆、外卖店、餐饮商 必须应顾客的要求向其提供法律所列14种过敏源的信息 对于非预包装食品 过敏源信息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提供 以书面形式 例如在菜单、黑板上 简单地列出食物中存在的过敏源的通知或票据 或者只要顾客在点餐前能看到 就可以在每道餐食上注明过敏源 如果顾客在一个点下单 例如在柜台排队 信息只需在该点可见 然而如果顾客可以从多个点 从酒吧、从他们的餐桌等订购 那么信息应该在每个点 例如在菜单上显示 提供过敏源信息 最可靠的方式是书面形式 这应被视为最佳做法 对于非预包装的食品 过敏源信息也可以口头给出 如果您选择这种方法 您必须通过在顾客可以获得信息的地方 显示一个通知来清楚地指示顾客 这是法律规定 路标指示通知的位置 因此顾客在订购时能够看到 例如在付款点 如果顾客可以从多个地点订购 则应在每个地点显示路标指示通知 通知模板样本上可这样写 食物过敏和不耐受 如果您需要有关我们的配料的信息 请与我们的服务员联系 信息可从食品标准局网站下载 记住 直接销售的产品需要食品的名称和配料清单 并在清单中强调过敏源 直接提供在包装上或贴在包装的标签上 食品外带和外卖 食品外带和外卖 如果接受电话订单 或使用网站广告和或接受订单 在下单之前和交付之前 您必须能够让您的顾客了解 您提供的食品中有什么过敏源 您可以在您的网站 印刷的菜单和传单上 发布一个清晰意见的声明 告诉顾客他们可以在哪里获得过敏源信息 在您的网站 第三方网站 传单和菜单上发布一个通知 告知顾客在下订单之前 可以从哪里获得过敏源信息 也建议您在您的菜单上 附上过敏源预防声明 但只有在您评估有过敏源交叉污染的 真正有风险的地方 重要的是要确保定期检查这些信息 并保持更新 您必须确保对食物过敏的顾客的外卖订单 能被清楚地识别出来 书面的食物过敏源信息 可以通过以下几种方式提供 例如您可以在每个食物容器上贴标签 清楚地标明食物及其致命成分 例如鸡肉沙爹 含有小麦、大豆、鱼、花生 互联网上有很多过敏源标签或贴纸的示例 如果选择将过敏源信息 手写在您的食物上 它必须是清晰的 您不应该使用可能混淆的缩写 确保无过敏源餐食 不会与含有该过敏源的类似餐食相混淆 您应该刻不容缓地给它贴上标签 配送员可以向顾客提供书面的过敏源信息 如果您在菜单上提供了过敏源信息 那么再在订单上提供过敏源信息 将是一个很好的做法 如果您的顾客通过与您签约的第三方 在线订餐网站订购外卖 例如Just Eat、Deliveroo 那么应熟悉他们的过敏源标准、政策和程序 您能遵守吗? 检查过敏源标志的张贴 这些是很重要的 并引导顾客获取相关信息 在适当情况下 应添加任何特定的风险评估 预防过敏源声明、定制的信息 或到您的业务网站的链接 定期检查并根据需要进行更新 食品外带和外卖二 员工必须了解如何处理对提供过敏源信息的请求 以及如何处理企业收到的不同类型的订单 这些订单可能是互联网订单 也可能是通过电话接收的订单 他们需要清楚台前台后之间的沟通方式 以及如何向厨房强调过敏源订单 并将顾客的询问传递给可以帮助他们 并向他们提供过敏源信息的业务人员 别忘了对送货司机进行过敏源方面的培训 如果他们需要向顾客提供过敏源信息 他们需要在每一种餐食上 获取准确的过敏源信息 为了避免任何的沟通错误 司机必须直接从厨房接受具体的指导和信息 所有食品必须以确保 其不会变得不安全或不适合食用的方式 送到消费者手中 必要时热的或冰镇的食物 必须保存在绝缘袋中 如果食物需要冷藏 一定要把冰袋放在食物的袋子里 食品企业应识别并消除配送过程中 可能存在的交叉污染风险 这可以通过安全的包装餐食 和在运输途中单独储存 无过敏源的餐食来实现 以避免因溢出而造成交叉污染 您可以考虑使用专门的防过敏源免费带来为这些订单打包 应指示送货人员再次检查顾客是否收到了正确的订单 如果您的企业提供活动餐饮 自主餐或拼盘服务 您将需要一个系统 以准确的书面记录 您收到的任何食物过敏或不耐受通知 处理订单的员工 必须了解任何特殊的饮食、过敏源和不耐受要求 如果有任何特殊的服务或设置指示 应确保员工在活动前了解这些指示 并在当天检查这些指示是否已被执行 如果顾客特别点了无过敏源的食物 请考虑在单独的有盖子的盘子或拼盘上提供 上面有明确的标签 确保提供给正确的顾客 必须为每种食物单独提供过敏源信息 您不应该把它作为一个整体提供给自主餐 您可以通过标示个别餐食所含的过敏源 或展示指导顾客向服务人员询问过敏源信息的标志 来提供这些信息 这些信息必须是可视且清晰可变的 并且易于顾客获取 如果您使用标签、标志、过敏标志 则在客户自助服务时 他们必须与食物保留在一起 为了防止交叉污染 请考虑如何摆放食物 提供独立、充足和易于区分的服务用具 向消费者提供的食品信息 法律规定对食品的描述不得有虚假或误导性 这一点很重要 因为这是顾客在选择 对他们来说安全的食物时所依赖的信息 您的企业可以通过多种方式 告知顾客过敏源的存在 您不妨考虑以下几个事例 如果您提供餐桌服务 可以在餐桌上贴一张传单和货贴纸 提醒顾客告知员工有过敏情况 可以在您的菜单中加入一则过敏源声明 告知顾客您很重视过敏源的安全性 如果他们有过敏 他们应该让您知道 并且可以向员工寻求建议 如果餐食中含有过敏源 为什么不在食物的名称和描述中传达它 比如核桃、胡萝卜、沙拉、香油调味 您可以在菜单中使用图标、符号或旗帜来突出不含过敏源 例如不含乳制品、无肤质 以及适合素食者或纯素食者 考虑引入食物过敏的信息档案 鼓励可能有食物过敏的顾客 在点餐前与经理一起查看 可以把您的食物过敏源图表插入您的菜单前 也可在网上发布您的过敏源图表 这将使顾客有机会事先查看您的菜单 看到您有提供详细的过敏源信息 这将是一个巨大的安慰和一个很好的卖点 如果可能的话 可以考虑让顾客直接与负责人 例如厨师或经理交谈 即使服务员对自己的过敏源知识有信心 他们也不应该只是背诵他们 每次顾客要求他们提供建议时 他们都应该核查一下 因为他们很容易犯错误 或者自他们上次核查后 食谱可能已经改变 信息可能已经更新 实行不猜测政策 如果对一种餐食 是否含有过敏性成分 有任何疑问 请向顾客保证您会检查 并找出答案 千万别靠猜 发生事故时 当事情出错时会发生什么 如果不遵守过敏源信息要求 就有可能使顾客患上重病 甚至更糟导致死亡 您还可能面临食品业务 遭受财务和生育损失的前景 地方当局贸易标准和环境卫生部门 都执行过敏源信息条例 如果您没有按照他们的意见 采取行动 政府可能会向您发出改善通知书 如您不符合通知书的要求 当局可能会采取执法行动 一旦出了问题 视情况而定 商家、食品经营者和从业人员 也可能被当地主管部门调查和起诉 您也可能会被警方调查 如果被判有罪 您可能需要面对无限制的罚款和赔偿要求 根据案件的严重程度和事实 甚至会被判入狱 2018年 卡菲雷郡自治市议会 调查了一家工厂的过敏源工序出错的案例 该局的贸易标准服务处收到了该局一名雇员的投诉 申诉人小时候被诊断为对坚果和鸡蛋过敏 他在卡菲雷的一家超市购买了一种Zaziki蘸酱 他以前曾多次购买过 他像往常那样检查了食品标签上列出的成分 但标签上并没有显示坚果或鸡蛋的存在 在家使用了少量的蘸酱后不久 他开始出现过敏症状 气道关闭脸部和颈部肿胀 他生病了 他用自动注射器给自己注射了肾上腺素 然后非常惊恐地打电话向母亲求助 谢天谢地最后他康复了 一名贸易标准部门的官员去了超市 从同一批次中购买了最后剩下的Zaziki蘸酱 这两份样品都被提交给了公共分析员 报告说两份样品都含有鸡蛋 在Modertitville刑事法庭上 制造企业的总经理承认在生产Zaziki蘸酱之前 在该生产线上生产了含有鸡蛋的净字叶 该产品中鸡蛋是交叉污染的来源 2019年10月该公司承认了对三项食品的安全指控 地区法官说这是一例非常严重的案件 在决定罚款时 他考虑了潜在的危害、罪责和公司的规模 最后该公司被罚款9万3千英镑 被判向市议会支付近1万5千英镑的费用 2017年1月1日 来自Lancashire郡的15岁的梅金李 Megan Lee因对外卖食物发生过敏而去世 针对这一悲剧 Lancashire贸易标准服务部制作了影片 《梅金的故事》 这段影片以梅金的父母亚当 Adam和杰玛李 Gamma Lee为主角 包含了梅金成长过程中的照片和视频 突出了食品企业不认真对待过敏源的后果 他们希望通过分享他们的经历 来提高人们对过敏症的认识 并将他们的不幸处境转变为积极的因素 梅金在成长过程中 总是被我们亲切地描述成我们的公主 从前的她喜欢打扮和新奇的游戏 时常与她的太力熊一起玩耍 她有一套精致的小茶具 让我们假装要喝茶的样子 然后为我们逐一断上茶水 她的天性善良又体贴 如果看到有人落单 她会借尽全力 去和他们聊天 交朋友 她非常喜欢音乐剧和戏剧 她生性胆怯 有文静 但一登上舞台 她的表现就想 哇 那是我们的梅金吗 她第一次读唱 不是吗 实在太棒了 看到每个人都深受感动 以及随后的欢呼声和掌声 真是太棒了 太棒了 不是吗 是的 她最喜欢的是 莫过于花时间 和她年幼的弟弟待在一起 他们常唯一在沙发椅上看电视 有一件事会一直坚持下去 那就是他们以前做的小视频 梅金九岁时 对我们现在所知的坚果 产生了过敏反应 开始使眼睛浮肿 有点发痒和喘息 我们去看了全科医生 当时全科医生开了百利通 然后我们被派去 给她做进一步的检查 看看她到底对什么东西过敏 结果证实 她对坚果过敏 从那天起 她再未吃过或接触过坚果 直到她产生了严重的反应 那时圣诞节刚过 梅金已经安排好和她的朋友出去玩一天 姐把开车把我带到酒吧 在那里和朋友喝了几杯 我在那儿待了大约一个小时 突然间 我爸冲进门来 着急地说 亚当快跟我走 一开始她没有说清楚为什么 只是重复了一遍 她说 你现在得跟我走 梅金没有呼吸了 之后 返家的旅途 已经一片模糊 我上了路 眼前闪现的都是闪光灯 救护车 我冲进门 直接跑上楼去找梅金 她以前经常在思维道徒上做修改 不是吗 所以 她会把所有事情都布置好 小卡片上写着 提醒她记住的事情 那是之前的整个夏天 她在准备模拟考试 过了圣诞节 回来就要考GCSE 普通中等教育证书了 她都过了整个圣诞节 不是吗 我们去找她 就出来一个小时 过来花点时间陪我们一下 她做了所有准备 却再也没有机会参加考试了 这让人很难过 我们过去总是一家人团聚在餐桌旁 尤其是在周日 自从我们失去梅金后 我们一直在努力做到这一点 尽管这相当不容易 她所有的朋友都和我保持着联系 我看着他们 拿到了GCSE 普通中等教育证书成绩 他们每个人都考得很棒 他们经历了艰难的时光 失去了一位如此年轻的同伴 这以某种方式影响着他们 让他们去冲破阴影 获得成长 他们这么做是因为他们知道 那是梅金的夙愿 梅金会为他们感到骄傲 我们无法改写我们的故事 尽管我们很乐意 我是说每天我们一觉醒来 希望一切不过是个噩梦 但不是 我们所能做的是帮助他人 让同样的故事 在别人家里不再重演 如果企业不能百分之百地 确定其产品中的成分 那么我认为 你们不应将此产品 提供给顾客 安全胜过事后的遗憾 那些有过敏症状的人 通常会有点过敏反应 所以这对他们来说 应成为一种常态 他们最终还是会审查的 但关键是 给到他们的信息是什么 他们可以询问 但他们需要知道 谁在提供答案 提供答案的人 是否确切地知道 产品里含有什么 应该建立一个标准 在活着的每一天 我们都在想如果 那样的话 失去没精的事不会发生 我们知道 如果采取了预防措施 悲剧就不会发生 我们知道 这是可以避免的 这些都是弄错了含义 没有正确对待过敏源 我们现在证明某些人 或某公司错了 我们面对的是 我们失去没精的事实 而那些粗心大意的人 面对的是 悲剧 由他们引发的事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在本演示文稿中 分享了震撼人心的真实生活经历 突出了个人和企业认真对待过敏源问题的必要性 梅金、欧文、纳塔莎和其他在这种情况下 悲惨死去的受害者的事故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用艳势官在对梅金死因的调查中的话说 不仅他们的家人必须承受无法形容的损失 而那些造成损失的人也必须为他们所做的事 和他们所造成的痛苦而深深内疚 法院已经表明他们会非常严厉地对待这一类案件 如果企业不遵守食品法 就会并且确实会受到重大的刑事处罚 至关重要的是 要让您的企业中准备食品和提供食品信息的人员了解法律 并认识到疏忽所导致的潜在毁灭性后果 请做一家负责任的企业 打造一种积极的食品安全文化 努力提供安全的食品 确保过敏源管理程序到位 在顾客下订单时 您的商业惯例是询问他们是否有过敏或不耐受症 检查并了解您的餐食中有哪些过敏源 这样您就可以自信地告知您的顾客 要考虑交叉污染的风险 如果您不能安全地为过敏或不耐受的人提供食物 请不要为他们提供食物 请培训所有员工 确保台前台后的畅通沟通 为顾客提供清晰、准确的信息 使他们能够做出明智的决定 放弃猜测 保持安全 不要说抱歉 要警惕过敏源 进一步的建议和支持 进一步的企业建议和资源 可在网上查阅 www.food.gov.uk 在本培训结束后 如有以下情况 请立即联系您的企业注册地的地方政府 食品执法部门 您需要进一步定制企业建议 以帮助您开发有效的过敏源控制系统 对过敏源管理有任何疑问 或需要进一步的指导 或者您想报告一个问题 我们希望您能发现这次培训很有用 我们要向 克洛伊 菲茨 帕特里克 Council Environmental Health 致以衷心的感谢 是他们提供了本文稿所用的资源 衷心感谢 Rebel Post Production 翻译人员和配音员的专业制作 我们还要对食品标准局 Food Standards Agency 和威尔市贸易标准部门 Trading Standards Wills 提供的所有帮助和支持 表示赞赏和感谢 Food Standards